花店的小剑蓝是不是有很多同学都喜欢的呀 这种这种想换吗我教你 首先我们在整个画面铺上一个淡淡的浅黄色 颜色只要比纸的白色黄一点就行 平涂的时候要涂的整洁一些歪歪扭扭就不好看了 千万不要化身了哟 化身了后面剑蓝的颜色就不好往下压了 接下来我们从绿色的枝干开始 用黄色加绿色 黄色可以稍微多一些调成浅一点的黄绿色 趁湿的时候点一点点褶食进去 加深一些深色过度 枝干干透后开始画花朵准备两只毛笔 一只用来上色 一只用来沾清水进行过度和韵染 首先选用一个浅一点的紫红色 沿着花朵的边缘往中心画 中间用清水笔过度一下 这样会让颜色更加柔和哦 教的这么认真难道还不值得你点个贯穷啊 嘿嘿 在画花朵的时候 花朵尖尖的颜色是比较重的 趁湿去画 这就是一个小的关键点了 要记住哦 我们用同样晕染的方式 把所有花朵的颜色都快速铺上 甚至加重暗部和深色位置 是不是花朵的初步轮廓就出来了呀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进行塑造 把花朵的明暗关系再强化一些 尤其是暗部的颜色 还需要继续加深 这里可以用到紫红加培恩辉 或者加点深蓝 画完重色的同时 不要忘记用清水笔轻轻过度一下哦 最后我们用勾线笔画出建栏一丝丝的花瓣纹路 功夫一下细节 画纹路的时候要注意顺着花瓣的朝向韵笔 线条不能太粗哦 最后点缀上一个好看的印章 这气质就难捏住了 学会了吗